小選颱風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它走得比較慢一點 第二個就是它的因為受到遐管效應的影響 它的風力是真的很強 它的暴風圈在今天已經接觸陸地了 那同時小選它的颱風眼牆也非常的厚實 非常的清晰 所以接下來從現在開始的一天半 會是關鍵36小時 而且當然除了強風之外 這個降雨也會非常的劇烈 花東山區到時候的累積降雨量 恐怕會達到1000毫米 學生緊緊抓著傘冒險走在校園裡 還有人乾脆不撐傘了 小選颱風暴風圈至少籠罩半個台灣 這次的颱風風雨都很驚人 今天下午到明天一整天 關鍵的36小時 也就是小選颱風 距離我們最近的時候 目前初估也有大概700到900毫米等級 那在這短短的36小時下了這麼多雨 這是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氣象粉專分享小選颱風掩長厚實 尤其颱風南半圈特別暴力 加上它的速度走得很緩慢 對台灣影響會更嚴重 因為它的這個十級暴風圈有90公里 所以颱風中心登陸大概方圓90公里 是它的風雨最強的地方 而小選颱風過了之後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國慶連假之後 恐怕又有颱風接力報導 新的熱帶擾動 預計將會從菲律賓東部外海 在游等往期移到南海地區 對台灣影響相對有限 不過還有段時間 依舊需要持續觀察 新新聞草民李方慈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